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日本的科幻片《火星一种》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由于地球人口太多 已经有点狼多肉少吃不饱了 于是便打算往火星上跑 为了能够让火星适合人类居住 政府出台了一个火星地球化计划 说白了也就是 把火星改造成像地球一样的环境 2597年的一天 杀了人的希腊哥和龙套妹 在警察的追击下正撅着屁股往下窜 当两人马上就要领盒饭的时候 负责火星地球化计划的 颜颖哥坐着飞行器出现 颜颖哥说 如果你们俩不想被枪毙 那就必须接受我的建议 目前火星上变异的蟑螂 已经开始泛滥了 如果你们能把那些蟑螂给消灭掉 不仅不用领盒饭还有钱赚 2599年 希腊哥和龙套妹等人乘着飞船 正前往火星的途中 船上这帮人不论男女 有一个算一个 不是杀人越过就是失恶不赦 这里边除了杀人的希腊哥和龙套妹 还有贪污腐败的警察和黑社会 什么黑客皮条客 恐怖分子连环杀人犯 反正全是大坏蛋 转场之后 飞船顺利的降落在了火星上 为了安全起见 船长优育叔先发射了一颗 驱除蟑螂的毒气弹 优育叔说 时间紧热物重 大家化整为零 分头行动 希腊哥和龙套妹正在外边 瞎球转的时候 蟑螂突然就出现 希腊哥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说小强啊 没想到几年不见 你都长成男子汉了 这强哥就是强哥呀 二话不说 上去就把龙套妹的脖子给扭断 希腊哥一看 自己的女神领了盒饭 疼得是肝肠寸断 说小强你变了 已经没有了过去的天真烂漫 强哥虽然没啃气 但他性感的翘蹲 和不羁的眼神似乎在说 哥现在可不是一般人了 赶过来的大眼哥说 大事不妙了 冷淡节也被小强给干掉 回到飞船上之后 希腊哥质问船长优育叔 说这什么情况 蟑螂怎么变成这个样 优育叔说500年前 我们把蟑螂送到火星上之后 火星上残酷的环境和宇宙射线 使他们产生了畸变 希腊哥说 就我们这几块料 跟强哥打那会开玩笑 这时候眼影哥突然窜出来说 大家稍安勿躁 我给你们每一个人 分别都植入了一种昆虫的DNA 我在这儿不做文号 只看疗效 等战斗开始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优育叔说 这是昆虫细胞活性剂 一针下去 你们就拥有了特殊的能力 药效一到 你们就可以恢复人形了 但千万不能用药过量 不然你们就永远变成虫了 大伙正聊着的时候 一只小强单枪匹马的出现了 包头哥说都别动啊 我出去叫了那孙子的命 包头哥注入昆虫细胞活性剂之后 那气场明显就不一样 这个时候影片介绍说 包头哥植入的是屁不甲的DNA 俗哥在网上搜了一下才知道 这玩意之所以叫屁不甲 是因为他能从肛门释放毒气 这种毒气谁为谁个屁 虽然包头哥的屁顶风抽势里 但还是没法跟打不死的小强比 时间不大 包头哥和他的屁不甲全挂 干掉包头哥之后 小强又把飞船的玻璃给撞碎了 准备把这帮人来了一勺会 船长忧郁叔注入了活性机之后 马上就变了一名 这个时候影片介绍说 忧郁叔植入的是子弹椅的DNA 据说在叮咬疼痛指数排行榜里 排行第一的就是这个子弹椅 忧郁叔这边刚干掉小强了 曾经是黑客的冷静哥 突然看到大批的小强已经将飞船给包围了 这个时候副船长大雅妹说 可要了签名了 系统出毛病了 哪哪都没有反应 船长忧郁叔说 这火星上还有一艘飞船一号 咱只要把那艘飞船给找到 把两个飞船的系统连到一起 咱就可以回去了 现在咱兵分两路 你们去找飞船 我在这负责掩护 接下来咱再着重说说这位斗逼哥 影片介绍说 斗逼哥植入的是大雅隐翅虫的DNA 这种虫子会喷射一种气体 时速可以高达每小时945公里 现在网上的喷子那么多 谁能喷得过斗逼哥 面对着蟑螂组成的一道道防护墙 大嘴妹和绿茶妹主动请战 但这二位显然是来凑人数的 时间不大就扛不住 由于这斗逼哥肚里的燃料 喷得是一根二净 最后也丢了命 西里哥等人刚来到飞船一号 蟑螂赶死罪随后就赶到 曾经是黑社会的纹身哥 当时就被已经会打枪的小强们干掉 接下来是西里哥 大眼哥和副船长大眼妹 跟小强们的一番恶战 西里哥植入的是大雀风的DNA 大眼哥植入的是沙漠飞黄的DNA 而副船长大眼妹植入的 则是螳螂的DNA 看看大眼妹这造型 是不是妩媚多情啊 不过这磁螳螂完事之后 可有吃老公的毛病 谁要是对大眼妹有想法 那是不打算再要命 这三位的战斗力显然是不可小觑 时间不大 就让那十几个小巷疙瘩屁 转场之后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原来之前的那个冷淡姐 并没有领号盘 影片介绍说 冷淡姐植入的是 扁头泥风的DNA 这种风啊 生有特殊的蟑螂针 这种毒针刺入蟑螂的脑部之后 能够控制蟑螂的意志 冷淡姐从蟑螂的皮囊里出来之后 便一枪要了船长优衣术的名 原来她跟冷静哥 都受了眼影哥的秘密指令 准备将蟑螂的虫卵 带回地球实验用 犀利哥等人忙活完之后 刚打算传狗气 突然发现他们的飞船竟然启动 就在三个人瞎琢磨的时候 眼影哥的声音 突然从监视器里传出来 眼影哥说 你们都中了我的奸计了 这次之所以派你们去 首先是为了试试 小强们的战斗力 然后利用带回来的虫卵 分析出小强进化的秘密 根据这两方面的数据 制造出最强的生物武器 犀利哥说 你这个大混蛋 我想回来比登天都难 转场之后 当冷蛋姐和冷静哥 正准备带着虫卵回地球的时候 虫卵突然就裂开了 然后从里面很神奇的 就蹦出来一座双胞胎 冷蛋姐把毒针 往这哥俩脑袋里一插 说我就是你们的老大 你们必须听我的话 可他没想到 这哥俩已经更前换代了 其中一个小强一招老汉推车 直接就让冷蛋姐洗了菜 冷蛋姐这边刚一挂掉 这哥俩就开始给下边通话发信号 小强们一看 急忙扑扑着翅膀就上去捣乱了 有肯有管的 有咬电线的 很快就让飞船领了盒饭 接下来是犀利哥等人 跟小强们的一场恶战 可由于寡不敌众 大眼妹很快就丢了命 当小强正打算 让犀利哥领盒饭的时候 龙套妹突然扑扑着翅膀出现了 哎呀 这造型简直是冰青玉洁 出水富容 虽然是三次元 但看的比二次元还倾国倾城 不过龙套妹来这 可不仅仅是挑衅 他是打算报仇血恨 跟小强们同归于尽 由于这小强对知识掌握的 还不够全面 不知道这林粉见明火就着 因此刚一开枪 全都领了便当了 眼瞅着犀利哥和冷静哥 坐着逃宠舱返回地球 眼眼哥彻底慌了 这哥们刚想撒子聊 突然被奔头姐拦住 奔头姐说我是政府派来的卧底 既然计划失败的 这责任都得归你 现在我代表政府让你得热烦 希望你不要有什么意见 可奔头姐怎么也想不到 这眼眼哥早有防备 他利用高科技 把奔头姐弄阴之后 撒子撤退 影片的最后是个开放式结局 犀利哥和冷静哥 回到地球之后 有没有找眼眼哥和政府算账 只能靠我们自己想象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堂尸压星 蟑螂的命的确硬 人类根本搞不定 想把强哥灭绝掉 简直吃人在说梦